只要你懂得愛護手,手就會幫你 這樣可以拍嗎? 欸,你的口氣很猥褻喔 我說的是指力、手指的靈活度 還有光滑度、大小等因素 那我沒想錯啊 打完球時,記得要收操 幫自己的手拉拉機 像這個動作,以及這個動作 我自己常常在打球啊 我就發覺我手可能會自覺的發熱 很像那種通貝王的太陽指手 或許來跨界做個麵包 也可以來快讓麵包發小 然後我覺得不能太快去碰冷水 就跟去健身房一樣 就是當我們的毛孔是放大的時候 如果你突然去洗澡 他可能會對自己的身體不太好 所以讓自己的身體 慢慢的冷卻下來之後 他去洗手 對我們的手是比較好 可能會復活 回到家之後呢 不要忘記幫你的手 做更深度的放鬆喔 怎麼做呢 泡熱水拉 很多的球友呢 都不愛護自己的手 右手的筋骨都非常的僵硬 如果你回來 還有幫自己的手做熱敷 在水裡面 稍微伸展了一下 那你的手部筋骨就會更放鬆啦 如果你不愛護你的手 手又怎麼會幫你呢 爸爸啊 我的泡腳筒呢 在哪裡 爸爸啊 你泡腳很舒服耶 可以住進鞋裡去玩 好吧 手也泡軟了 那通常這時候呢 我就會把我們的筋 再修一下 那就會 讓自己的洞呢 就不會那麼的緊 那我通常會使用 砂紙 以及小刀 砂紙的話 就直接針對已經泡軟的地方 這樣磨 筋就會被磨起來 那另外呢 如果比較厚的筋啊 我就會直接用小刀 這樣來切 爸爸 嘿 你拿刀幹嘛 修剪啊 這樣的話 洞就不會那麼緊啦 可以保持著 跟我洞一樣的大小 這樣很危險耶 不會流血嗎 欸 以前 流過幾次啦 然後 常常修就比較知道 那個力道的拿捏 好啦 你不要這樣 其實我有禮物要送給你 有禮物 很酷 護手小神器 哇賽 新手機嗎 有了新手機 我就不用去打球囉 就可以一直玩手機 你想太多了吧 爸爸 我們的預算怎麼那麼多 喔 那這個包裝看起來是 老梗 刮骨刀 我才沒有那麼美梗好嗎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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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跟著說話 到底是什麼啦 對 登登 六位是 手足修魔儀 欸 手足修魔儀 這種東西 感覺是女生很懂 男生不會用的東西 所以我特地買回來給你試試看 喔 真的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可以 把我們的檢修得很平順 那應該 對於打球的人很有幫助 對的 欸 真的全新的耶 不然我們現在來開箱看看 好喔 很精緻的包裝耶 真的 我真的以為他是手機 而且他是黑色的 整個超級科技感 真的 6s 我想說應該要算我iPhone12 就說我們預算沒有這麼高啊 喔 iPhone般的阻擬感 喔 這個是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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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的 大小的那個 iPad 喔 那怎麼只有一邊 應該要兩邊啊 他 就說是預算沒這麼高的 喔喔 預算沒這麼高 他沒有說明書 還是在下面啊 在下面 在下面 有機關嗎 試試看 應該是在下面 喔欸真的耶 有有有 喔這個是 蘋果貼紙 不是這個是那個自拍的那個有沒有 打光 這有那個 硬的那個 喔 粗粗的 可以就是真的是修竹用 喔 然後他還有附清潔的 清潔的 はい 然後 擲電器 擲電器 跟最重要的 算式 說明書 做為一個喜歡山西的男人 看看 沒有看說明書我會有 喔喔喔喔喔喔喔 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買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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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看 喔 你 konsol 哈哈哈 手來啊? 手來 哪一機? 左手好了 右手要打球 哪裡有剪? 這裡 就是這樣 欸欸欸欸欸欸欸 怎麼沒有按? 不敢按 所以你自己來 有點害怕 有點害怕 有嗎有嗎? 沒有啊 你不要光用嘛 不知道耶 因為它其實沒有感覺 但是你聽那個聲音是有磨到的嗎? 對 手足胸膜儀有帶蓋子的時候呢 其實是提供磨指甲的時候用的 這樣可以去保護到 你的肉的部分不會受傷 那這一次呢 就來使用一下正確的方法來磨剪髮 這個都不會噴出來耶 它這個裡面有自帶吸塵器的功能 它會把磨完的皮往裡面吸 而且呢 看了說必出之後啊 才知道原來這個 不是拿來替換的 這個是比較細的 而原本裝的這個是比較粗的 所以透過替換之後呢 應該可以把手上的剪 磨得更順一點 馬上來試 哇 太厲害了 這沒有在打球的手吧 那這個跟我們磨球的原理一樣呢 你要用粗的先把它做一個大致的修型 再用細的把它磨順 這就是我們使用的步驟啦 跟磨球是一模一樣的喔 加大一點 對 好像有比較小的一點 比較滑一點 然後打球最容易的就是這邊會長繭 然後呢 打球如果其他的地方長繭 都是不對的 但這個地方是我們要去夾住球 所以這個地方是難免會有繭 所以這個地方通常就是我們需要去修它 如果是在這邊 或者是在後面或者是在側邊 那可能你的球空就會有問題 你要去找一下你的狀況是討論一下 好 那這個我們會長繭的部分 有感覺嗎 很 很多 好像很厲害耶 等一下 我看一下 而且它這個有吸塵器 欸 對耶 所以它會把那個 都用 都用掉了 皮給吸進去 對 好不好 換我換我 換你 你試試看 因為啊 我是打飛碟球 然後我的手是 這首個就是撞在上面這邊的 就是位置不一樣 我來試試看 好恐怖喔 這個聲音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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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好好笑喔 你可怕什麼 真的被我嚇到 老會老弟喔 會痛嗎 不會痛 我還可以自己這樣 哎呦呦呦 沒事 你也嚇到我了 OK 有用嗎 有啊你摸摸看 有比較小 就是平的 就是會變平 然後就可以非常的完美的修化 只是我會建議說 如果是飛碟球的 因為它旁邊還有一點嫩肉嘛 不像這邊就是整個都是 都是那個筋 所以它在嫩肉的時候呢 你可以有一點點浮空 才不會把這個嫩肉 都一起放在這個旁邊磨 對 所以我剛剛磨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的小石頭 所以建議就是輕輕的就可以了 喔 對 看看這個好不好 那個聲音真的有耶 有啊 有耶還滑滑的耶 滑滑的 這個禮物不錯 爸爸 可不可以進 借妳好啊 沒問題啊 可是 妳是要磨手吧 對我磨手 腳皮才剛泡完 磨腳正好啊 手部的放鬆做完了 剪也磨完了 那也有觀眾朋友們問我說 手部還能夠做怎麼樣的放鬆呢 那在此 我推薦一個 我們先前分享過的東西 來給大家 那就是肌貼 我們可以把肌貼 剪成大約是手指頭的長度 然後它這個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是可以延展 那我們把它剪開 並且把腳給修掉 因為我們打保齡球呢 很多都是抓握的動作 不論是飛碟球還是曲球 我們都會用到很多的磁力 都是向內磁力的 所以我可以建議大家 在做完放鬆之後呢 洗完澡 我們可以利用肌貼 來幫助我們手做舒展的動作 那我的做法是這樣 剪成大約手指的長度 然後貼在我們手指的 比較末梢的位置 通過關節的時候 稍微加壓一點點 然後再把它順貼上來 然後另外一支也就一樣 再通過關節處 稍微加一點點 壓下來之後就順貼上來 我通常呢會在打完球 睡覺的當天做這個動作 那它就可以幫助我們的手部 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就是在睡覺的時候呢 手就不會那麼緊張 那我以往沒有做的時候 有時候打完球 我回來睡覺的時候 手都很容易會緊握 那有貼機梯的時候 我的手隔天早上起來 你就會覺得獲得比較大的疏範 那就覺得這個方法不錯 就推薦給大家 我爸 我發現這個是磁吸式的 這麼厲害 對啊 怎麼了 這麼好多的東西 我看我們還是一人一個吧 當然啊 你們也可以 只要你動手 手就會幫你 趕快為這條影片點讚 並在下方留言 還我那嫩手 我們將在下週五的影片公布 我們抽出的五位幸運觀眾 免費送給你們喔 訂閱滾滾助攻 拉近你與三百分的距離 再來還有禮物送給你們喔 趕快訂閱 錯過就沒有囉 你知道是什麼禮物嗎 我覺得觀眾可能會先覺得 我的腳到底是不是真的臭 其實啊 基本的腳 說實話 不好說 不好說 我們下個禮拜見 掰掰 掰掰